寒流来袭也影响到交通 在花莲这名骑士载送瓦斯桶的途中经过14路口 为了闪避机车突然紧急下车 但是没有想到疑似天气太冷再加上机车老旧 这机车突然熄火了 而且一个重心不稳瓦斯桶散落一地 当时这辆车子还持续的不听使唤 让他只能够用脚慢慢来移车 由于正值上班金风时段车流量很大 这样的画面也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骑士载着瓦斯桶来到十字路口 一看A有左转车 一个急煞闪避突然熄火 接着重心不稳车子往左倒 后座瓦斯桶也散落一地 一旁经过的骑士 即使闪避没有收到波及 骑士赶紧将瓦斯桶捡起来固定好 但车子仍然发不动 只好慢慢用双脚撸到一旁去 熄火原因可能就因为天冷 点火系统有问题 而造成他新时间突然间熄火 那或者是说因为天气冷 或者化系老化 这一刻真紧张 熄火在十字路口还是23号早上9点多 交通尖峰时段 地点还是繁忙的 花莲市中正路与词汇一接口 天气冷已经折磨人 没想到机车还来这招 不要急着去做启动的动作 或者做催油门的动作 应该先把车子先把它立起来 摆正之后 那重新关闭电源 重新开启 那再重新启动 车行业者表示天冷加上车子老旧 都恐怕影响机车动力 重点是物品没牢 还可能会面临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的罚还 天冷骑车开车上路都得多加注意 介绍今夜花莲报道